这大哥哇擦厉害 你看这个标题 入狱后举报了三百多人 这个大哥应该给他一个一顿的奖章 背叛无期的原实验委书记多次减刑 曾言诽谤上级被查出了受贿 你看这是个英雄啊 没入狱的时候就举报上级 他因为诽谤 这里叫诽谤啊 上级市委书记 不信查一查 你看是诽谤吧 他叫胡建荣 这位大哥 没收了个人全部财产 2012年被判的 2013年被不服 上诉被驳回 2017年减刑到22年了 2019年又一次减刑 减了8个月20天 就是现在当下又给减了7个月 66年8月出生的江西分宜人 曾任余都县县委书记 曾经攻击诽谤 赫州市的市委书记 导致其落马被查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你说他诽谤 那家伙还落马被查 导致谁落马被查呀 是自己落马被查呀 还是对方落马被查呀 原词是用的导致其落马被查 不知道指谁 不当得利 共计啊 是650万人民币 美元4万港币28万 新巴新加坡币4000欧元5000 你看还有好多外币 贪污了19万 合计有706万来源 说不清楚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 2014年胡建荣入狱后 写了多份检举报告 列举了300多人 都是给他送过东西的人 进了监狱就变得聪明了 只向下了不向上了 这个大哥要是将来有个题材 拍拍他的故事行 牛人 行行行